俄乌战争已经开打92天了 那么现在在主要的围攻地区 还有包括俄罗斯如何补足它被折损的兵力 赶紧连线给资深记者庄志伟 好的 浩天 目前最新的战况 就是英国国防部24号在推特上面公布的说 目前在乌东地区的俄军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完成 他们对整个北顿涅茨克河沿岸的包围 同时完全占领卢干斯克州这个地区 那么目前他们在乌东地区 也已经对当地的乌军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合围 有部分的乌军已经开始撤退 而另外一方面在东南方的城市 这个札布罗热这里 对乌军的轰炸则是持续的进行当中 不但是乌军的防线遭到攻击 同时也有平民的定居点 是遭到俄军的空袭以及炮击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包括了很多建筑物都正在燃烧 而且同时也有当地的购物中心遭到攻击 整场战事维持到现在九十几天 除了在前线之外 在整个欧洲的外交上面也形成了很多的震荡 其中包括国土跟乌克兰 紧邻的斯洛伐克他的总理就表示说 乌克兰一定要能够挡住俄军 不然只要乌克兰被拿下来之后 俄罗斯下一个目标就会是他们 因为他们认为整个欧洲国家 过去长期下来为了要取得俄罗斯便宜的资源 已经放弃了太多价值观来跟俄罗斯妥协 才会造成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另一方面波兰则是向德国抗议 他们说他们听从德国的意见 提供给乌克兰他们的旧式的T72战车 但德国却没有能够依照他们的诺言 来提供波兰新型的德国鲍二式主战战车 不过德国表示 其实捷克方面已经得到了 但是因为波兰要的是最新型的战车 而这种鲍二A6型战车 连德国自己都还不太够用 另一方面一直在立场上被认为 跟俄罗斯比较接近的匈牙利 他的总理则是在最近宣布 因为这场战事的关系 所以国家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紧急状态 那么其实匈牙利在之前 就已经因为新冠肺炎而进入紧急状态 现在在持续这样的状态 等于说政府就可以绕过国会 用紧急的行政命令来治理整个国家 但最令人关切的还是俄罗斯 他们最近的上下意愿 同时都通过了一道新的法令 就是要解除民众志愿役的 首次签约入伍的年龄限制 本来的限制是18岁到40岁 但现在他们认为说很多精锐的武器 它需要比较紧密的操作 大概需要40岁到45岁这样的年龄段的人 才能够完全的熟练 所以他们要解除这项限制 这项法令只要经过俄罗斯总统普清 签署之后就可以开始实施 以上是我们了解目前最新的情形 那么的确这场战争也影响到了全球经济 还要请教智伟 就是高龄91岁的美国富豪索罗斯塔警告 说无恶冲突很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还可能出现全球的经济萧条 那么现在有个假设说 如果西方国家没有办法打败俄国总统普清 自由文明的社会就很可能会消失了 请教智伟 这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的警告 是否真的会有发生的几率 智伟 好的 索罗斯是在日前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面演说的时候 做出了你浩婷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警告 那么事实上 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警告呢 很多的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乌克兰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粮仓 不论是大麦 小麦 玉米 他们的产量都占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比重 但现在问题是乌克兰的连外的港口 被控制在俄罗斯的手中 很多的这些粮食 根据联合国统计 大概有2000万公顿的粮食 现在是没有办法被运送出去的 这可能会导致很多地方开始发生粮食危机 那么事实上俄罗斯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俄罗斯的副外长他就对外面说 他们现在要准备开通一条人道通道 来输送这些粮食 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 他要求的代价是国际间也要有所动作 就是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 其中就包括了对俄罗斯的禁止出口 还有金融制裁等等 同时俄罗斯的国防部也表示说 他们这条通道 人道通道大概会有115英里长 是从马里乌波尔这边通往黑海的一条人道通道 目前俄罗斯的海军已经在当地完成了整个扫雷作业 不过国际建议表示 目前没有办法知道说 有多少的外国船舶被困在马里乌波尔的港口里面 而欧盟方面也表示说 事实上俄罗斯之前就是以能源当作一个他们的武器 而现在也可以说是把粮食作为武器化 作为威胁全世界的一个工具 好的 非常谢谢志伟带来精辟的解释 的确俄军现在已经把这个粮食当成了武器化 谢谢志伟